蔡英文2月29号卸任了民进党主席 当天的晚上她和党工一起欣赏了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姬的传记电影 同位女性又一样是在英国留学之后投入了政治 两个人有许多背景相似之处 蔡英文甚至看到眼眶泛泪 而由于今年4月昂山素姬有可能会成为了缅甸的首位女元首 更让外界认为电影也像是蔡英文的辛勤写照 刚卸下党主席职位后的第一个晚上 蔡英文带着同志党工一起看电影 欣赏缅甸民运领袖昂山素姬的真实故事 同为女性而蔡英文和昂山素姬都在英国求学 之后投入政治的工作两个人背景好相似 蔡英文因此看得眼眶泛泪心有所感 大家看到这个电影里面 甚至让一个家庭婚礼 甚至让很多的感觉很多的感情 被抑制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昂山素姬为了追求缅甸的发展 牺牲了家庭 有如党外实行民进党人士的现身政治 而蔡英文其实在去年就曾经派当时的国际部主任 萧美秦为代表和昂山素姬接触过 昂山素姬有一句话就是用你的自由来促进我们的自由 这个就是对我们讲 昂山素姬正在竞选缅甸领导人 如果在四月大选中胜出 他将成为缅甸首位女元首 蔡英文特别选在卸任党主席的当天看昂山素姬传记电影 似乎也宣告了政治路上 他将再起 澳雅卫视林金兵王